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文字魔法少女 记得 这三本书有什么关系呢 这三本都是陈雀老师写的 插图都是法兰克画的 OK 你要先说哪一本 今天不许愿 为什么是这本呢 因为这本是我第一本看陈雀老师的书 这本书除了故事好看以外 作者的文笔也非常好 有多好 里面的用字用词都很优美 有多优美 美到我觉得那些字都是花 都有迷人的方向 哇 你讲的也好优美哦 那当然我可是偷学了好几章了 嗯 书的封面好像有许愿景 请问一下 如果你遇到许愿景 你会想许什么愿呢 我希望我有一座花园 一定有各式各样5.6色的花朵 你喜欢哪些花 摄桥花 玫瑰花 百合花 火候花 波斯菊等等 几乎所有的灯花我都喜欢 哦 那请问一下这座花园会在哪里呢 在我家附近 啊 不是在你家院子里吗 或者是在你家顶楼 不是啊 这座花园也是一座公园 为什么是公园啊 因为我想和附近的人分享这座花园 哦 原来你是喜欢分享的人呐 那帮忙 所以今天我才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些书呀 嗯 好孩子 那接下来呢 文字模法少女 因为你们都是美少女吗 这样我要怎么回答 说是就好啦 好 那这本书怎么样 这本书太有趣了 你主角会用字迷变模仿 看完以后我更加喜欢文字了 字迷啊 什么样的字迷 难不难 很简单 字迷是由两句话组成的 上句是字形 下一句是字意 两句话看起来很普通 其实成这一个字 嗯 可以举例说明一下吗 你做个字迷我猜猜看 好 他一连丢了三颗石头 好危险 雷 三颗石头的雷 诶 这个好玩耶 还有没有 每天帮树木浇水等它开花 美水海 不对 每天开花 每天浇水开花 梅 梅花的梅 答对了 字迷好玩吧 这个我可以玩一整天 嗯嗯嗯 这个我也可以玩一整天 不过现在不能一直玩了 回来讲书 这本书当然很好看 我个人觉得 陈确老师写的每一本书都很好看 哦 看起来你是铁粉呢 铁粉 好 但是现在我们不要开粉丝大会 回来讲那个文字魔法少女 好 文字魔法少女 这本书除了介绍之名 还介绍了许多文字游戏 看起来这本书又有趣又好玩 那下一本呢 记得 这书名好简单哦 你别看它书名很简单 其实它的结局很感人哟 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是机器人听久 看小女孩白红变成好朋友的故事 机器人啊 这个机器人很可爱 他看到可怜的人 伤心的人 心情不好的人 就会过去抱抱他 安慰他 嗯 听起来就很感人 对啊 这本书有一个特别的句子 我无论是你 但是我记得你 这听起来很不合理 但是这本书给出了一个又合理又动能的答案 哇 好想看这本书哦 想看的话那就赶快来看呀 嘿嘿 你已经在推销书了耶 推销不就是推销吗 嗯 你对 好想大家看 好想大家看 谢谢收看 收看